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艺术家那一栏你邀的是国家级的明月大师梧桐 之后底谈明星和藏族少年丁真的知名度 大家知晓的就比较全面 分得这么细致下一般的没有作品的流量明星 还真的够不到邀请的标准 作为娱乐性质的综艺 栏目也不可能一个演艺圈人士都不邀请 这次放出来的你邀名单分别是吴京和一阳千玺 而后在分量上 以一服人这四个字就说得很明白了 明星艺能秀展示技能 拿出看家本领来 才是改版后节目最看重的 这次改的这么严格 像一阳千玺这样的就成为了最大赢家 前者三百亿影帝就不必说了 后者能在流量的年纪得到节目的点名表扬 不愧是养成戏中的新生代力量 自成为最高的过程论 再到个月三百分之下 讲倒 reasonable 感谢观看